哈喽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健身vlog 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话题 也就是大家平时比较好奇的一个话题 就是作为一名健身职业运动员 我一个月跟健身相关的开销到底有多少呢 当然了,每一个职业运动员的开销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于我个人而言会有哪些开销 我们现在去健身房 然后我今天要带一个学生 然后今天是带他练背 背赛的期间我平时的话飞赛季赛季都会带学生去训练 尤其是在赛季的时候 我学生可能也会背赛 所以他可能会跟着我一起练 训练的费用也是看个人 你像我一般都是在赛季的时候 一般会请查尔斯指导我 但是查尔斯的费用大概是200刀一节课 大概一周背赛的时候一周会去一个三到四次 对看是跟他约的情况 基本上三次是有的 大概是一个月差不多4000块钱 4000刀左右 这边教练挺多的 但是查尔斯应该是最好的教练 我个人认为 所以他的价格应该是在教练里面算偏高的 其他的教练我不太清楚 因为没有请过 OK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Pasagina的这个GOLD GYM 然后我平时会FUHIO GYM 还有这个GYM会来的更多一点 因为我是这家健身房的那个推广大师 所以我来这边他们所有的这种这个连锁的GOLD GYM都不要钱 所以这方面的费用也是零 所以比较幸福 全国费用的EK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介绍帮和讽 介绍帮一些会乐在这里 不要会乐 我怎么知道他在这里练了呢 就是突然有一天看到他的那个视频 发现这个他怎么训练的地方 跟这个环境为什么那么像 因为这个顶还有这个墙 很多地方都没有变过 那个窗户都没有变过 还有里面的器械 一些很老的器械 他以前年轻的时候 在这边练的器械 都没有翻走过 所以就是这里 还有那个外面那个地方 具体哪一年我不清楚了 反正很老了一个 我估计那时候我还很小 那时候没健身呢 Flex会乐 对非常厉害的 OK 刚才带大家逛了 经常去的健身房 那目前算下来 我每个月是不需要花钱半月卡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健身卡 目前开销是零 然后接下来呢 是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饮食 那我在这里说一下 我备赛期间的饮食开销 非赛季是完全两个概念 那赛季呢 我会找这个订餐公司去订餐 OK 那在这里呢 我有一张跟订餐公司的账单 一共是200美金左右 在我这个手机里 OK 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 这个订餐公司给我送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这一餐是有蔬菜 它会根据我的要求 然后给我配一些蔬菜 还有鸡胸肉 然后这一盒呢 就是蔬菜还有牛肉 这个是鸡胸 我每次找订餐公司订的话 就是会让他给我配一些卤笋 还有一些这种甜的 就是辣椒 还有一些洋葱 这个是烤的鸡胸肉 还是一样的 就是蔬菜 还是卤笋 青椒 还有一些甜椒 还有洋葱 这个是最瘦的牛肉 就是那种西冷 我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是 我其中一天当中的其他的鸡餐 然后呢 其实我早上的第一餐呢 是有六个蛋清 还有两个全蛋 然后美国的鸡蛋呢 价格就是大概是两块九毛九 到五块九毛九不等 一颗鸡蛋呢 它有十二个 第一餐呢都是我自己做 要么就是水煮 要么就是用喷锅油炒一下 我一般早上呢 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是用哪些东西去做鸡蛋 第一个就是这种零脂肪的这种喷锅油 这种平时这个在超市里面也非常常见的 大概就也就几块钱一个 就你大概你喷一下 不会让它粘锅就可以了 其实但大部分时间我会 因为我是比较怕麻烦的一个人 所以我会更快一点 大部分时间会用水煮 我觉得会更方便一点 对但是要经常改变一些口味的话 我就会炒一下 就用这种喷锅油炒一下 那非赛鸡完全不用这么吃 非赛鸡就会随便 当我备赛的时候 早上第一顿一定是鸡蛋 然后这个就是盐 非常简单的 然后早上就是鸡蛋 我一般买鸡蛋都是买这种 里面添加欧米加3的这种鸡蛋 然后这个盒鸡蛋大概是4块多 4块多刀里面有12个鸡蛋 因为在备赛的时候不需要控制好的脂肪 反而需要大量的摄取一些不好的脂肪酸 就是我们说的好的脂肪 所以我们用的一些油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比如说橄榄油 还有MCT 还有椰子油 还有这种烹锅油 还有食物本身的脂肪 比如说鸡蛋里面的蛋黄 为什么我要选这种Omega3的这种鸡蛋 因为它的蛋黄里面脂肪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在平时备赛的时候 其他时间吃的食物里面也要摄取很多脂肪 比如说像三文鱼 还有就是鱼油 鱼丸 这些都是好的脂肪的来源 我一般在备赛的时候都会 大部分时间吃的都是米饭 然后就是用这种白色的这种茉莉香米 这样的一袋大概有四五块钱一袋 我在备赛期间大概就是买这种香米的话 我会差不多一个月能买个十几袋 差不多就是有的时候会买这种白色的这种香米 有的时候会买这种棕色的香米 我会换着吃 它俩其实是一样的 OK 刚才我给大家展示的是我备赛期间的饮食的费用 结算一下就是一个月大概1100到1200美元左右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赛季的补济的使用 以及开销 我在备赛的时候我一般会用维生素 还有就是鱼油 还有就是古安鲜 还有BCAA 还有就是佐旋 还有CLA 大家都知道我有代言的补济品牌 然后我的补济全部是由我代言的补济品牌 供应商免费给我提供 我在补济上面的开销也是领 然后突然感觉自己非常的幸福 那如果你没有赞助商也没有这个品牌代言 那你们就是在飞赛季或者在备赛的时候 你们的补济开销是多少钱呢 请欢迎大家在我的这个评论区讨论留言 这个水就是我平时在备赛时候喝的这个水 这个一个6块9毛9 他平时如果做活动的话 你像这家超市基本上就没什么活动 我一般买这个水都跑到Costco或者MOMS去买这个水 而且如果做活动会便宜一点 这一盒就6块9毛7块钱 里面大概有食品吧 他就是天然的矿泉水 他只是有一些天然的一些水果的味道在里面 没有糖 所以我一般拿 有时候拿这个冲OLEMU的BCAA 就非常的棒 还有平时早上我会第一餐 就是鸡蛋配那个燕麦 然后平时会买这种燕麦 所以他有各种味道的 还有就是你家这种 这种包装的这种燕麦 他一袋是 今天打折是6块3毛9一包 然后这个非常好 这个他煮出来是很厚的那种感觉 平时就吃这种燕麦 有的时候偶尔会进房 换一换其他的品牌 有的时候会经常换一换口味 我平时就是做饭用的米 就是这种 就是这种 茉莉香米 这种是棕色的茉莉香米 这种米就是我备赛的时候会 大部分时间会吃这种 但偶尔会去那个中国 我们中国人超市大华买那种大袋 那个就比较实惠 这种就比较 平时一般 比如说我出去比赛啊 会这种包装会比较方便 这种一包是今天他做活动的3块9毛9 刚才在家就是介绍吃了鸡蛋 就是平时在这个开始看 一般很像 我一般是买那种 我跟一个3个鸡蛋 一盒是3块9毛9的 然后我给我小孩买的是最贵的 我给我宝宝买的是 平时买的是6块9毛9的鸡蛋 就是备赛期间我来超市 其实因为超市里面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其实我也是经常来超市 但是很多东西都不能买 因为备赛的时候 必定能吃的东西有限 所以今天就买那几种 比如说米啊 还有就是米饼啊 还有就是可能人家送餐的一周 比如说送午餐 一天送午餐 我可能一天要吃六餐的话 可能多那么一两餐会自己去做 然后就来超市 可能会加一些肉筋 其实大部分时间 在超市买的东西还是有限度的 就是在美国这几年 真的一直都在赛季 大部分时间 在美国的时间是在赛季 非赛季的时候已经回国了 所以很有机会去吃这个鸡蛋 我平时在健身开销中 还有一个开销就是这种特别方便的 米饼也是叫 Less Cake 这个东西在美国在超市非常常见 这种应该就是它是最好的一个 它一包是三块四毛九 它平时的价格是三块七毛九 所以是相当便宜的 然后还是有机的 这个我会买很多储备在家里 然后就是平时出去比赛啊 还有比如说出去办一些事情啊 出去训练啊 会带一些这种米饼 比较方便的碳水化作物 所以这个是一个开销之一 我其实回国的时候也去找这个 像米饼这种东西 但是没有找到 只找到了那个叫米老头那样 那个一买回去 这个全部被我齐不吃完了 越吃越多 没找到就逐利 那个就是零食那个 相当于那个 因为那个是甜的那个 这个就是里面就是比较健康的 它是真的是那个糙米做的 好了刚刚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多 就是作为我作为一个职业的健体运动员 平时在健身上的一个日常的开销 这完全是我就是个人的一个支出 我相信每个运动员的状况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总结一下 我每个月大概在健身上的开销 大概是在4000到5000刀左右 希望这个数字能给那些想走健身健美比赛的 尤其是想走职业线路的一些小伙伴们提供一些参考 因为我经常能够收到就是各种各样的私信啊 就是问我就是关于想走职业这个健身路线 但却不知道怎么样开始的一些小伙伴 希望就是能够对你们在实质性上面 有一些帮助和启发 然后对于没有想走这个职业线路 把健身只是当成纯爱好的小伙伴们 就是我可以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 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就是我刚刚要说 我刚刚所说的所有费用都是一些日常的支出 并不包含去比赛的一些菜旅费 还有一些其他的开销 比如购买护具 因为健身护具对于无论就是你刚健身的小白 还是大神也好 都是一些日常的必备品 特别是腰带还有助力带这些 但是这些用品呢 是你买了以后可以用很长一段时间的 所以我没有算到就是这个健身的日常开销里面去 在这里我也想顺便给大家推荐一下 就是我代言并且参与创始的一个护具品 名牌Potec 然后它的质量非常非常的好 价格也非常的亲民 我会把这个店铺的连接放在这个评论区 然后所有转站屏的小伙伴们 我会抽出两位 然后把这个助力带送给你们 然后最后的一个费用就是没有算进去的 就是比赛的一个差旅费 这也是可以 这也是一笔就是相当大的一个支出 但是由于每年的比赛计划不一样 所以我在这里就没有办法按月去进行准确的计算 但是去年我在赛事差旅费上大概花了是20万人民币左右 这其中就是当然包含了机票住宿 还有舞台的造型费油彩这些 OK现在说完了开销的部分 那么就有 那么开销呢 你有开销就必须有收入 你才能保持你的收支平衡 所以下一期视频呢 我将会给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作为一个职业的健身运动员 一般大家会有哪些收入 想要看到更多内容的小伙伴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再见 请订阅我的频道